那么目前我们国家可以说是移动的检测力量 比如像气膜还有方舱移动车辆的核酸检测力量 应该说也极大的提高 那么我们国家形成这种机动的核酸检测的支援的能力也是越来越强 那么按照我们的统计到2022年的3月13号 全国一共是有12400家的机构开展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的服务 那么这里边医疗机构是8864家 疾控机构是2733家 另外还有就是我们说的第三方检测的实验室是803家 全国总体的核酸检测能力 单管我们是能够达到4609万管每天 所以说我们国家现在单管的核酸检测能力已经是很强了 所以可以说我们国家在核酸检测这方面应该说是全球领先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